大家好 我們的專題題目是 燙傷神器特製人工皮 首先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製作流程 我們的人工皮主要成分為 聚與吸醇化的物加上我們的磷酸鹽緩充益 那又因為聚與吸醇化的物 只有在低溫的時候才能夠順利的溶解 所以我們製製的這一款保冷劑 使其能夠在低溫時達到一個溶解的效果 那因為要得到更均勻的混合 我們要製製的這一款攪拌器 它的電力供給來源呢 主要是利用我們一般的電池 或者是行動電源 或者是外插我們的家用插頭 那它的主要下面是一塊強力磁鐵 帶動上方的磁石來達到一個攪拌的效果 那前方是我們的可變電竹 可以利用它的可以自由的調整 達到一個適當的轉速 那我們還會放入恆溫槽 使其順利的成交 那這是我們成交前的樣子 這是我們成交後的樣子 那我們還對水焦人工皮 測量它的pH值的變化 以及它的降解能力 還有它溫感性質的測試 以及最後是我們的人體測試 那據我們幾天的觀察 我們自製人工皮的pH值變化非常的穩定 都在7.4上下沒有明顯的變化 而這個是我們的重量變化圖 隨著時間的增加重量慢慢減少 代表我們自製的人工皮 確實具有自行降級的功能 而我們針對了各濃度進行成交溫度測試 分別是撞到百分濃度為18、20、23、25、27%的濃度 我們可以看出各濃度成交的溫度 皆在15到25度C之間 所以我們將自製人工皮塗抹於傷口上 它會快速成交 而我們更在自製人工皮鏈添加了奈米銀以及抗生素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張圖 從左而右分別是無添加奈米銀、添加奈米銀以及空白試驗 雖然無論是否添加奈米銀所生成的雜菌都比空白試驗還要多 但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添加奈米銀所生成的雜菌 比無添加奈米銀生成的雜菌還要少 因此可以證實我們的奈米銀確實具有抑菌的效果 經過與市售人工皮的比較 我們整理出了以下這個表格 首先看到成本的部分 市售人工皮的成本為一克四百元 而我們的自製人工皮一克只需要兩元 相較之下低廉的許多 而市售人工皮只是單純的覆蓋於傷口表面 我們的自製人工皮可滲入傷口其中 因此它有較好的服貼性 要因我們的自製人工皮敷於傷口時 可吸收表面的組織液 並且與滲透液達到交互作用 因此它有較好的保濕性以及透氣性 還有避免傷口浸潤的特性 加上我們的自製人工皮 其中有添加奈米銀以及抗生素 因此它可以增壞傷口的癒合度 以及降低八能產生 而本產品與市售人工皮最大的不同的點就是 我們的產品浮於傷口時一段時間可自行吸收 而市售人工皮則需失去替換 我們的產品還可以有效避免二次傷害 中瓜上述來說 我們的自製人工皮不但可快速大量製造 製造過程簡單 成本低廉 還能有效護理傷口 便宜方便又使用 因此本團隊深信者 我們的自製人工皮一定具有龐大的市場潛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